哈囉大家好我是旭 因為剛剛出A詞的分析的時候 大概是在3點整 那那個時候就是公告還沒出來 然後我3點半就去上課 然後好像就錄到3點15分左右 就把它錄完然後影片就整理整理 然後5點半唱片 所以就看到蠻多人都說 B詞已經出了B詞已經出了 可是我剛剛在吃飯啦好不好 所以我現在才要開始錄一下B詞的分析 那B詞的分析的話是在3月16號開 那他的足足神話是會跟A詞的一起共通 所以你可以A B詞各抽個100抽 那你這樣就有20個 那你剩下的最後10個看你要從哪裡抽 不然就是拿去換魯魯碰 一個5B的魯魯碰我也是覺得算非常的賺 就是一個足足神話換一個5B的魯魯碰 我覺得也算是蠻賺的 所以就算說你沒有要抽這詞 我覺得你還是可以花個50顆金石 然後就把看看有沒有機會歪 然後剩下拿去換個魯碰 我也覺得都是一個還不錯的投資這樣 好那我們轉蛋的規則的話是跟A詞一樣的喔 那我們就不特別再多說 那這次的話是這邊B詞的話 A詞的角色不會出現 那我們就開始來講 小顧學術UN恢復型 那三圍的話是7012-3112-5034 黃跟特殊珠以外轉黃傷害珠 三回合黃屬性連鎖黃跟紅色珠 然後愛心短自身C珠掉落 那解除前為止自身回復力提升4545 那CG的話是以自身回復力給予單體激烈傷害 一回合黃屬性回復力提升500 然後回復HP 那被動1的話是破傷跟防毒 被動2的話是冒險開始時自身技能主動回合縮短6 那被動3的話是黃屬性攻擊力回復力提升2000 被動4的話是不出現藍色珠 那基本上小顧因為是回復型 那黃屬性回復出型的另外一個頂端角就是比桿 那雖然比桿已經絕版了 但是應該還是有一些玩家是有 手頭上是有的 應該蠻多的好了 你就當作蠻多的 所以小顧搭配比桿我覺得算是一個相當可以的選擇 就是進藍嘛 然後紅轉 然後新轉 然後還有機率掉 所以變成說你已經三個都有了 那你三個都有 你就剩下綠珠要怎麼處理 綠珠簡單 李桃 李桃上去 也可以把這個沒有 他們沒有升攻的問題來解決掉 就變成說李桃小顧跟 跟比桿 那這個應該是也是相當恐怖的 因為比桿依舊還是 我記得是回復力的單體救急傷 然後再加上小顧的疊回的話 那個傷害也是非常的恐怖 所以變成說他們三個搭配 也許有機會變成是一個回復型的黃隊之類的 也不一定 可是就是變成說 他們這隊不能放阿薩啦 因為阿薩就第一個龍組嘛 然後第二個就是他是藍轉 那小顧的話是不出藍的 所以就變成說 阿薩的話跟小顧隊是比較沒有辦法去做一個合併的使用的部分 那我們來講第二隻瘋後 瘋後的話 學術龍組也是會復型 三圍是 7012 3112 5034 然後特殊珠以外轉綠珠 兩回合愛心轉C珠掉落 然後不掉落紅藍黃珠 然後 綠屬性受敵傷害減輕40% 那CG的話 是以自身回復力比例單體超大傷害 兩回合綠屬性回復力提升250 然後加回復HP 被動1的話是破傷跟駭入無效 被動2的話是自身以外 在自身不在前頭的時候 以自身攻擊力300%參加一般攻擊 那被動3的話是攻擊均衡技巧體力型 HP提升3000 那就是回復型以外體力都提升3000 那被動4的話是最終階層開始時 自身展開3萬護盾 目前看起來就是 應該原版陶悟應該是要多一隻被暴打的角色了 應該可以多一隻暴打他的角色 我想 封後應該是可以 應該是可以上去打吉務司級的陶悟的部分 所以我想應該是沒什麼問題這個部分 那封後的話算是相當的強 CD6然後兩回合的近三色 然後單色轉 然後還有減傷 基本上我是覺得這個技能組也是堪稱萬人的 就堪稱萬人的傷害 然後也穩定 基本上坦跟回都有保證住 然後也有保證掉輸出這個部分 那不過的話就是變成說 你可以去搭配他一個 濾激濾轉C掉落的角色 像是納皮爾 那納皮爾的話也是技巧型 然後納皮爾自己還有恢復型在前頭的時候 然後自稱參與攻擊 那也是可以去做一個搭配的選擇 我是覺得說那個傷害應該也 納皮爾可以握手 然後又可以讓他有升血量的部分 然後封後的話就是他被 算是讓他特色徹底展開的部分 那我再猜啦 這個兩回合愛心轉C租掉應該是全體C 這個我想應該是全體C 所以變成說團戰的話應該是有機會上去 因為300%的握手應該現階段還是最高 然後只要你能諜攻得儀的話 就是15000的攻擊力 就是以45000的攻擊力去參與握手吧 就像我們剛才說的 如果假設他們是同個屬性 然後你們都需要拿他選擇打團戰的時候 你不會選炎帝 你反而會選豐厚 而是一樣的道理 就是變成說即使你攻擊機質再高 但是你沒有趴速攻擊 你趴速攻擊量不夠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去在團戰有發揚光大的可能性 所以我基本上我還是覺得豐厚的話 團戰也可以上 然後一些高難度關卡的話 他也有機會上 那在這邊還要提醒各位一下 就是豐厚是跟大什麼的那個貓咪 好我都叫貓咪好了 然後利目跟長先之 一樣是以後是有機會歪到的 但我相信大家應該是歪到豐厚會比較開心 我相信大家歪到豐厚應該會比較開心 所以變成說豐厚的話我覺得 既然以後都有機會歪到 我覺得可以不用太拚 假設你已經可能小顧跟炎帝都已經抽到了 但是你還沒有抽到100抽 你可能只有40抽 假設你就是個天選之人歐洲人 歐到不行的天選之人 假設你40抽都畢業了 我覺得你不太需要為了豐厚 然後去拚剩下的60抽 我是覺得不太值得 還不如你就是 我覺得可以賭之後去歪 因為反正以現在現階段來說 看到蠻多人是歪立木歪蠻兇的 就是歪到的量還蠻高 所以就變成說 我覺得如果你可能30抽40抽 你就已經畢業的話 你就不太需要說 如果然後你又有現金壓力的話 你就不太需要說 為了現在就直接把豐厚平出來 我覺得比較沒那麼值得 因為反正保底內格有機會歪 然後變成說你還是要抽滿100抽 所以就是我覺得比較不太需要啦 就是除非你當然現金夠多 那個另外一台 好不好 好我們現在就要來總結了 現在總結就是 A詞跟B詞到底該抽什麼 好我們先 還有我們現在還有一個未來式 就是假設日版的R10 因為如果依照台版尿性的話 基本上一個禮拜前就會有公告 合作的話就會開始有點風聲 所以假設假設假設 我們就是反正假設 R10是在下下禮拜五出 假設這個在禮拜五出 然後技能組就是照日版的進來 反正那幾個日版的也很兇猛了嘛 那幾個日版技能組也算是相當兇猛 在台版應該也是有一定的地位 變成說假設你A詞B詞跟R10 你要選擇哪個 這個的話我自己覺得說 我自己還是覺得說可能可能 炎帝會優先啦 我自己還是比較看好炎帝的 就是假設你有排行的需求 假設你有排行需求的話 我是覺得炎帝應該是優先角色 因為艾蜜莉亞他們那些的技能組 這種常駐洛西 他通常都不太敢把CG的倍率給看高 就是像是說你愛因斯坦 雖然永久落 但是他只有一次疊20 所以其實那種技能組 打排行或者是打團戰的可能性不高 反而是你平常周回的效益比較多 所以如果你是愛抽 愛平排行的角色的話 我覺得優先還是會先拼炎帝 這是第一個優先值 然後如果你是以周回為主的話 那你在考慮艾蜜莉亞也OK 因為炎帝的話平坎也是 我覺得炎帝平坎也完全是沒什麼問題 那就是他的缺點就是他沒有 他比較沒有減CD的部分 所以變成說你炎帝減CD的話 你要靠他的平坎去補足減CT的問題 不然就是你一定要找一個能減CD的角色跟他一起玩 像是平民一點的窮騎 或者是歐一點的卡達諾 這兩個都是個還不錯的選擇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再來的話就是 假設你 如果是你覺得你的火隊OK 你不想要抽火屬性 那你接下來就要來考慮小顧 小顧的話其實 基本上如果你有筆桿的前提 假設你有筆桿這個前提的話 你就可以考慮說可以不用抽 因為我覺得小顧跟筆桿兩個人的搭配的情形下 其實我覺得娛樂隊還是居多 因為打排行我通常不太會喜歡用到兩個回復型的角色 因為第一個就是 筆桿的C還是比較痛 筆桿的C度還是比小顧痛 所以變成說即使你疊了500 你要疊到很多很多很多 才會有那個差異值出來 所以變成說我還是覺得筆桿會優先 就是有筆桿的話 然後你比較偏向打排 我覺得筆桿還是會優先 再來就是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黃屬性的 那個叫新大掉落增加的不多 就很少會像有那個 清水祖師一樣 就是紅大掉落嘛 所以你配筆桿你基本上就是 滿版的C族出現 就是變成說新大掉落的人數還是比較少 所以變成說小顧的話 如果你是要拿去打排行使傷害的話 我覺得可能性還是 上場率還是不會筆桿那麼高 因為筆桿還有另外一個優點就是 他還是有減傷啦 就是如果有些關卡 你真的不得不 你需要去扛傷害的時候 那個減傷還是有感 那個減傷還是非常的有感 所以變成說小顧跟筆桿 如果你是一個打排行的角色 定位的話 我還是覺得筆桿會大於小顧 那如果你是刷關卡的角色 那你沒有筆桿我就會覺得 你可以優先湊小顧 你可以優先湊小顧 反正你已經沒有要抽炎帝的情形 那如果你是炎帝跟小顧 你都想要 但是你覺得沒有辦法 那我就會覺得 我會建議你看 你記得火屬牛棚 火屬牛棚 或是黃屬牛棚 那如果假設你已經有 李陶跟阿薩這個基本的 這個龍族配置的話 那我也覺得小顧可以比較不急 那你的火隊比較平弱的話 那你就可以優先放炎帝上去 反正炎帝其實基本上也算是萬搭型的角色 就是輸出手嘛 那就是要需要幫助他的 減CD的問題 這個會是讓他比較需要控制的地方 那再來的話就是 豐厚跟 豐厚跟這個 大宏 大宏的話我覺得 整體來說還是 就是特殊定位 就是平常的話 你走回不會想用他 我真的 我講難聽點就是 大鳳跟狂山 我寧願用狂山走回 我也不會用大鳳走回 即使大鳳的減CD很有效 但是他的主動技能 就是讓我爽快不起來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變成說 如果你是在豐厚跟大宏裡面 要優先選的話 那我還是會優先建議豐厚先 那再來就是小顧嘛 小顧的話我還是覺得說 就是看你自己 如果你真的比較比較想要炎帝的話 那你就真的炎帝抽個100抽 看看有沒有機會 把他歪出來 然後剩下10個的 那個捐拿去換豐厚 也是OK 就變成說 我不會說你為了要抽 除非啦 就是你真的也是喜歡貓兒 貓兒娘 那另外再講 卡面派我們都一律不提 我們都是以強度為主 那基本上 接下來就是 艾蜜莉亞跟雷姆 那艾蜜莉姆的話 以台灣的角色 大概也是在 T2到T1之間 1.5左右 那他不太可能會上到T0 T0的話 基本上我覺得 短時間內應該還是會被順霸展 除非你是順加艾蜜莉亞 或者是 不是 順加雷姆 那也有可能 不然的話 我覺得他們兩個 依照台版現況的話 CD10的效益 所以變成說 其實他們 要擠到T0的可能性 還是比較低 因為這種泳動機的話 基本上你還是要配個 可以跟他開技能的角色 因為他們就是一個單色轉 所以變成說你單色轉 如果你有時候 百變真的狀況不佳的時候 就很容易火力頻弱 這個就是他們的問題 那艾蜜莉坦 火力頻弱可以解決掉 是因為 他有激烈縮短 這個可以讓艾蜜的 平砍好看一點點 因為不然像達文西 就像我之前講的 達文西 他的平砍其實威力是不好 他平砍威力是不好 所以變成說 其實如果你像是 雷姆跟艾蜜莉亞的話 我是覺得 他們可能到 打關卡到中期 如果你隊友都沒技能的時候 其實還是會有疲軟的問題出現 所以會變成說其實就是還好 當然啦 有人就說 那艾蜜莉亞配達文西 他們兩個碰在一起 我是覺得他們兩個放在一起 也是OK嘛 就是雙色洛西 那你就可以再配個岩地 我覺得OK啊 你平砍絕對是沒問題 傷害絕對是夠 這個是當然是可以 最簡單的答案當然是我全都要 那如果你沒有辦法取捨的話 那我自己 我自己 我自己啦 炎帝還是優先 然後再來是 小顧豐厚 炎帝大於豐厚等於小顧大於大吼 那如果你要把R10放進來的話 卡面派當然是R10大於一切 那如果你是強度處的話 我會覺得炎帝大於豐厚等於小顧 大於艾蜜莉亞等於雷姆 然後大於大鴻 如果 如果你這樣聽不懂 我可以幫你把答案寫在留言區 好不好 就是在跟我講 我可以再寫給你 那個公式解 寫給你們 就大概是這個程度 那就是大家還是要注意一下 就是 小顧跟豐厚這詞的話 是3月16開 所以不要 不要有人是想要拼B詞的 就手癢 就在A詞就抽掉了 那你是歪不到B詞 除非你已經 鐵的心要用卷子換出來 那個另外幾 大概是這樣 那 今天的分析就差不多到這邊 喜歡我的今天的影片 記得按個訂閱 按個喜歡 分享出去 就這樣子囉 掰掰